美国流行天后18日时,与纽约大学同时也在杨基玉场对同届的毕业生们发表演讲。 这几年受到COVID-19疫情的扰乱,使毕业生们一大半的大学生涯变黯然无光,但,而牛编辑整理出泰勒斯在这20分钟演讲中,分享给毕业生们的八个人生届年。 知道哪东西该保留,哪些该放手,你很难背负起所有,包所有的怨恨,关于,你前任的新消息,或是那个曾赴你的人又在他叔叔的对冲基金公司获得令冲线的升迁。 一段有害的关系可以盖过许多美的,简单的快乐,你需要选择用哪些来填满你的活。 你现在做的事或穿的东西,以后回头看可能觉得令人反感和滑稽,你无法避免,所以不要常避免,潮流和阶段都很有趣,回顾这些大笑也很趣。 在我们所处的矛盾文化中,关于渴望会有依虚假的羞耻感,那些有最少渴望却不想尝试的,是那些我在高中想约会和当朋友的人,那些有多渴望想尝试的人,是我现在雇佣来为我公司做的人。 要弄清楚自己是谁,什么时候成为谁,会人非常不知所措,而你现在是谁,为了达到你想的目标,该如何行动,这是一个上天的礼物。 回想我被拒绝,没被选中,没赢,被淘汰的时候,我真的得那些时刻和我被认可的时刻一样重要,甚至重要。 在你的生活中,你不可避免地会说错话,信错人,伤害错人的错误,可能毁了自己和他人的好时光。 而很多情况下,你做的每一个选择都会致下一个选择,下一个选择又导致下一个选择,活中有些时候你需要为自己挺身而出。 无论如,只要我们有幸的还在呼吸,而从来没有过正常大学生活,在公历高中读到十年级后便展开歌。 生活的泰勒斯也分享了对大学的想象,无论是是粉丝,当人生遇上不如意或是烦恼着下个街该怎么做时,希望泰勒斯的这段毕业演讲都能力道妞妞们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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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